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經濟部部長 好,請部長 蘇維,你好 部長,委員會兩天來的話也蠻辛苦的 我想跟部長聊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我就一直坐在我們委員會 很多的委員的話跟部長也提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部長也非常的 對你的組織非常的敬重 你的口風很緊 剛剛廣遠有跟你提到 比想說你的行政 你的行政有你的材料 你的行政也有可以你行政的障礙 你行政上也有可以有你行政上的步驟 這想我們做過主觀的人都很清楚 我舉個例子的話 農業農產品要進口到日本去 日本政府就非常的聰明 他善於運用行政障礙 去保護 保護他們的農業 保護他們的農民 所以剛剛廣委委員在跟他講 在跟部長在提到這個行政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部長很可惜 你沒有回應他的問題 其實這是你權限上 你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呢 就不要跟內行人講說 當文件齊備了以後 什麼叫做兩個月 不要提這個 就是看部長呢 你自己的作為的問題 我跟部長提這個是為什麼 你知道早年 台灣是經過戒嚴然後來到解嚴 也因為有戒嚴來到解嚴 所以我們才有結社自由 我們才有媒體的開放 我們才有什麼什麼樣的 過去的話是一黨專政 很多很多的 包括生活 還有包括民間 還有包括國家的機器 掌握了我們所有的一切 解嚴了以後呢 媒體開放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平面媒體的話 報紙那麼多份 我們可以看到系統台 還有頻道台 都這樣子一一的出現 這是給民間的活力 這是給民間的機會 這一點應該部長 到目前為止應該你同意我的說法吧 我完全同意 好 那我們看到 當國家解嚴了以後 很多的機會 包括很多的資源 都下放到民間 那我們再看整個民主的過程裡面 部長 你對於現在的現象 你擔不擔心 我們剛剛講今天的媒體 我們講系統台 你擔不擔心 我們國家的機制 就是因為很擔心嘛 對不對 很擔心的話 很擔心 我們在回到過去的戒嚴的時候 我們黨政軍 如果再一把抓 那麼現在下放到民間 是不是去用其他的方法 很多商業的手法 很多投機的手法 用別的跟以前的紀元時期 不一樣的方法 然後又去掌控了 我們人民的 對媒體的親近權 這個是部長的話 你那一關的話 是你要去特別注意的 我放一段給你看好不好 放一段 在民國83年 我們到法官的時候 他針對廣播電視的電波的頻率 他是認為那是一個 有限性的公共資源 所以為了避免被壟斷跟獨佔 國家應該制定法律 使主管機關對於開放電波頻率 之規範與分配 能夠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則 審慎決定 然後來謀求廣播電視 之均衡的發展 民眾亦得有更多利用媒體的機會 賦予我國的法律的體系 對於政府的管制 廣電媒體的政策正當性 人民享有媒體的禁用權 得要求媒體提供版面 讓人民有言論發表自由 以媒體而言 如無條件強制傳播媒體 接受民眾表達其反對 一件之要求 那無意識剝斗媒體的編輯自由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擔心這樣 好 那我們看我們現在的體制 我們說投審會的話 是隸屬在部長你的下面 對不對 公平會呢 NCC呢 NCC是獨立機構 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OK 那麼為什麼要一個獨立機關 這兩個獨立機關 老實講是怎樣 是跟你的行政權 他是怎麼樣 他是互相牽制的 他是要制衡對不對 所以NCC的角色是怎麼樣 要幫我們把關 要幫我們把關 要幫我們把關什麼 公平會可以講說 現在的法律怎麼樣的 因為他是買公司在 說他不是一個實質股權 公平會如果講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 NCC可不可以這樣講 NCC要不要把關什麼 NCC是要不要把關 我們所謂的經過戒嚴來到解嚴 當我們享有媒體的自由的時候 NCC你絕對不要再講跟公平會一樣的 你不要再拿法律在那邊講 裡面剛剛講的話 比如講 剛剛公平會的提到說 未來我們會有周全的防範 我請問一下 公平會部長 公平會還有什麼周全的防範 有多少人 周全的防範 居然用這種字眼 我就公務人員 或是在我們公務體系裡面 用周全兩個字 太恐怖了 絕對做不到周全 怎麼周全 你知道周全的防範的措施來講的話 他一定要有機制 他一定要有預算 對不對 不然什麼叫做周全的防範 所以剛剛的話 管委員的話 其實就是在一直跟你提到 這方面的道理 我再跟部長提一個 我們來自基層的話 我們的情報非常的多 你知道嗎 過去的系統台的話 大家真的非常的凶 所以我們看到地方的系統台 它的背後你知道嗎 政商的關係勾結得非常的厲害 好了 經過一段不斷的廝殺 不斷的廝殺 到今天的話 大家慢慢慢慢的建立了一些管道出來 有某一家地方的系統台 他後來發現說 有這間大間財團就對了 給我投資千萬萬 後來他告訴我 這個財團給我投資千萬萬 這間公司 他背後 他又怎麼樣 他背後有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投資在裡面 有部分的股份 然後這個地方的系統台 他要怎麼辦 讓他買下去啊 人家中用花千多萬買下去啊 所以這個地方的系統台他什麼 他因為黨政軍不得接入 所以呢 他謹守本分 他又用兩千多萬就對了 去參選 把他的股份還買回來 他的一來一往之間 地方系統台 他寧可花了一千多萬 就為了他謹守這個分寸 好 我們現在對什麼 我們為什麼對遠雄 我們為什麼這麼顧慮 我們為什麼對於 摩根史丹利 為什麼這麼樣的顧慮 剛剛部長好像是有回答 某位委員講說 摩根史丹利來講 他的股份 應該沒有中資 部長你還敢再講一遍嗎 你還敢再講一遍嗎 你剛剛的字眼 是不是用應該沒有 那個摩根史丹利 這是很大的公司 可是來台灣 要買這個中家的NHDA 你秀秀看好不好 我們秀出來看一看 我請問一下 騰訊算不算中資 中國移動算不算中資 中國建設銀行算不算中資 中國銀行算不算中資 請問 這個算不算中資 我們談到摩根史丹利以外 我們在談遠雄 遠雄的話 他才有政府的資金有2.89 現在投機 利用商業的手法 然後怎麼樣 走公司债 這種現象 我們要讓它存在嗎 如果今天NCC你跟我講 他爸公民會跟我講說 他沒有違法 好 我們要讓這種現象存在嗎 我請問 我們要不要讓這種現象存在 我們必須完全遵照油管法 來審這個案子 油管法說不可以投資 指的是不可以持有股份 副主委 副主委 我再跟你問的就是 我們要不要讓這種現象存在 如果我們國家的政策是要保障 黨政軍不要介入媒體 我們如果不要讓它有這種現象存在 那麼你是個獨立機關 你該有什麼樣的作為 你是要幫我們實質把關 剛剛管委員一直在跟你談的就是說 你不要做刑事 你不要跟我們做刑事把關 如果今天NCC你的立場是做刑事把關 那我幹嘛國家賦予給你 你是個獨立的機關 為什麼要給你獨立機關 那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只要有兩制 一個就是公平會 一個就是投審會 為什麼要還要有個NCC 你這個NCC獨立機關是誰家管不到你 對不對 所以你的獨立客觀 你的獨立客觀 還有要幫我們把關是這個現象 不要讓投機的現象 不要讓投機的現象存在我們 存在我們的 我們的對媒體的 我們的金融權 這就是我很擔心 難道你不擔心嗎 我剛剛的話聽了成名委員 才問NCC副主委 你要說你對於媒體 媒體的民調 大概對於大家對於的話 中資介入我們的媒體 其實是非常的憂慮 他問你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怎麼樣 你知道這個民調 但是他問你說 你認為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擔心 為什麼民調那麼高大 60%就會去返到這個 會去返到這個情形就對了 你跟我說 我記得你的回答是跟我講 你的回答是說你不知道 副主委 你不曉得 台灣的民間 大家非常的擔心這一點 那你又如何為我們把關 這樣子投機違規的現象 我請問你 重難他不違法 重難他不違法 你的NCC的立場 是一個獨立器官 它的意義是不受任何外在的因素干擾決策 但是也必須依法行政 所以呢 所以你的依法行政是什麼 你的依法的行政就是你可以規避 社會的這些種種的現象 你有調查權嗎 你有調查權嗎 你知道的背後的話 包括的遠傳的背後來講的話 它所有的古今它的蛛絲馬跡 就算說我們現在去查國民黨的黨員事業 老實講都很難去查 所以你有那種調查權嗎 你還是不是他們提供你的證明的文件啊 你從那邊去看啊 你怎麼去查 你怎麼查去它的背後怎麼樣 它的背後到底有沒有政府的資金 還有你去查它的工 還有那個Morgan Stanley的問題 你怎麼去查那些 這個NHPA是一個封閉型的基金 它的股東都是有名有姓的 好 所以呢 副主委你在提的話 還是提形式上的審查嘛 對不對 你還是提形式上的審查 所以我現在 實在本席非常的清楚 如果現在按照我們國家在審 像類似這樣子的話 系統性的這種頻道 這種利用性的頻道的話 掌握到底要掌握給誰 我們該不該給誰的時候 原來我們的機制裡頭的NCC上的心態 我們這個NCC 如果今天遠傳進駐中江 掌握了60%的股權 部長你知道嗎 阿拜南的系統台呢 只要剩三 大概就歸類 我們可以規定的就是三大 一個就是富邦對不對 一個就是中江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就年代對不對 加上鴻海 就三大系統 這個三大系統 部長在中國有沒有投資 這三大系統在中國有沒有投資 所以如果這三大 掌控了台灣的系統 系統台來講 在中國都有投資 那麼你認為他們未來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媒體 媒體的新聞的自由 他們會不會干涉 他們會不會干涉 我們的擔心就是在這邊 對不起 副署我沒有請你 我現在請問部長 這樣子你會不會擔心 對不對 所以呢 部長 你的行政權 你的行政的 行政的執行權裡頭 我剛也跟你舉了例 你做部長 做主觀都很清楚 行政權掌握到我的手上 行政障礙 請你善於利用 部長這樣好不好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 善於利用好不好 好 謝謝